嗨,我是傑克 這段影片我們要講一下一個影片製作的方式 那是我剛看到,我覺得這個方式還不錯 那它這個影片呢,它是要介紹它的一個產品 這個產品是Photoshop的已經做好的一些元件 所以它可以直接拉過來用 那這一段影片很好玩 它全部都用Photoshop 在Photoshop的這套軟體的畫面裡頭 然後它也不是錄本人 也沒有錄配音進去 沒有錄自己的聲音進去 就用一段還蠻輕快的音樂這樣子 那我們就看一下它是怎麼呈現的 那我會稍微做一下說明 一開始它點開一個文件,然後進到Photoshop來 那你看 這裡它開了幾個Photoshop的文件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視窗 然後它用這一個來說明 因為它不說話嘛 就好像你做了一個影片,然後會有標題 每一段每一小段會有一個標題 它這邊就是第一小段的標題 因為它這一個產品叫 I am creator 就是我是一個創作者這樣子 然後 這邊就是它的小標 用紅色的 所以它開了四個視窗 它用這樣來 變成一個標題 所以這個標題完會有一個 關於這個標題的內容 一個敘述 一個說明 然後我們繼續看 把它把視窗拉掉 然後它又稍微敘述一下 它現在要建立一個 自訂的一個場景出來 所以 它怎麼做 為你的專案 你接到的案子 然後它又說明 它都用這種視窗方式 然後加上字 然後顏色啊 我覺得這樣其實 蠻有趣的 又不見了 當然它這個 後續還要做後製 不過它 這樣子 真的就不需要 會 After Effects 那些 變化 直接從這邊拉就可以了 它只是把速度調快 這樣子 它把這些 原件 的視窗都開起來 然後它開始拉 用拉的 它需要 比方說它的背景 它需要這樣子 然後 它就拉其他 原件進來 然後擺東西 其實像這個 這個東西啊 並不是說 你要做到什麼專案 或什麼 其實我們平常在寫 部落格在寫 網站的文章的時候 通常你會需要 有一張圖 對不對 那那一張圖 有時候我們會 花時間去找啊 然後想破頭 不知道要寫 要用什麼樣的圖 其實我是覺得 這個東西 買來 還蠻方便的 你就自己排一排 然後上面寫 自己要的字 那 後面的 東西你可以換 也可以不換 你可能就固定這一張 這樣也是蠻有個性的 蠻有你網站的特色 他剛剛已經佈置完 一個制定的場景 然後再來 這一段要跟你講說 他改變顏色很容易 所以他 他就是一直在 Photoshop 裡面 做調整 然後放音樂 所以他這邊就是 他把 剛剛把這灰色的 書皮 改成 綠色的 這樣子 所以他就把 因為他這一個 一整套 他把它改成 同一款色系 都是綠色 那全部都改 那就完了 然後再來就是做 模型 比方說 你幫人家設計一個 Logo 那你要讓你的客戶知道 這個Logo放在 獎盃上什麼樣子 放在信封上 什麼樣子 或者是我們設計了 一個網站 我們讓客戶知道說 這個網站在 網頁 呈現是怎麼樣 在 iPad iPhone上面 呈現是怎麼樣 應該常常會看到這種效果 然後 不同的角度 從 正上方 的角度 這邊其實有點 好像變成我在介紹 這個 他賣的東西 可是其實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樣製作影片 也是一個 不錯的方法 這樣幾乎是不需要 什麼 特殊的技巧 你也不用 刻意去 呃 配音 你怕自己 表達的不好 或者常吃螺絲 都不用去擔心 就是 呃 用這樣的方式 把你的 呃 東西 拉一拉 然後來表現 當然 如果你的產品 不是這樣子 你只是要 自的話 也可以啊 其實 有一些 After Effects 做出來的影片效果 從頭到尾就是自然 一直在那邊 跑來跑去 你也可以用 剛剛他這種視窗的效果 來排自 你就不需要 會 After Effects OK 那這段影片就為你介紹到這裡 是 你 有 有